对吧 咱们加油继续 刚刚呢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仅仅是创建了 拥有两个属性的 而且是类属性的一个类 没错吧 刚刚呢我就产生了个问题 这个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个地方写了个泰式的二 我这个地方依然要写个泰式的二 对吧 这个东西 是不是创建个类的项 这个东西 是不是个变量没有 那么不就对应着 创建的类 它的变量名 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吧 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东西 决定着你在这个地方叫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不是叫B吗 里边的那个地方呢 决定了你这个地方叫什么 然后我外边的这个 是个变量名 就是个引用 我让A指挨它 我让B指挨它 请问是不是B指挨它 那我接下来让BB指挨它 请问是不是就BB指挨它了吧 所以说那在这个地方 咱们呢 一般就会写上相同的名字 那有人说 我能不能写不同的名字 咱们吃一半 来干着 我就偏偏写成T22 你不是说错 也行 请问 你接下来再去 Hellper T Test 这个 这个什么 22 222 它是不是依然指向这个Test2 是个道理的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不就是闲得没事干了吗 我明明创一个类 它叫Test 你偏偏起了个变量名字 叫Test222 你将来用的不是这个名 而是这个名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它指向了这个类底下 所以说你只能通过Test222 去创建 而你通过这个2 是创建不了的 听懂了吗 因此咱们应该把握这个什么远端 你类叫什么 外边变量就是叫什么 听懂了意思了吗 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乱了 你叫A 你这个地方叫B 它叫C 你这个地方叫D 你不乱等什么 所以说一般 这个地方叫什么 是决定了这个里边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 那前面那个变量名 就是一个标签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空间 里边的这个东西 是叫什么了吧 所以说理解这个Gain 听懂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刚创建的时候 和这个地方相同了吧 为了保证不会出乱的 咱们这么多的是可以改的 所以一改 那么接下来就有两个地方 咱们需要再继续探讨 第一个 要是有继承怎么办 第二个 要是有方法怎么办 方法有氛围 是的方法 定的方法 对方法 怎么办 那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 这个咱们已经定义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定一个test11 让它继承test1 好了 class test11 继承语 咱们为了好区分 你叫test1 我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就叫test11 你听懂意思了吧 好继承 那这里边干什么呢 啥也不干 好 怎么办 来 help test11 请看 继承的这谁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全都有了吧 大家没发现 你继承这个类属性 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显示了 因此 咱们原来继承就这么想 没有问题 那么我现在我要是创建个test22 让他继承了test22 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写上type 写上名字叫test22 你继承的谁呢 元祖 注意区分 是不是至少你的小数号 别忘了 这个地方写什么名呢 test22 需不需要加双一号 不用 不用加 不用加双一号 然后我接下来一个字典 如果这里边什么没有 请问 我是不是去写个控制点了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test22 请问等于他 好了 321 走 那么help 接下来 咱们去查一下test22 既成为test22 这里边有两个类属性 请问 是不是和咱们刚刚用普通的class这种方式定义 是不是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吧 那也就验证了呢 在这个地方写上你要继承哪个类 啊 继承哪个类 这个地方通常怎么理解啊 请问 你没发现咱们这个地方是有个名字叫test22 test22是不是指向了这个类对象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取的就是你的这个地方 你指向谁 我就继承了谁 也相当于把另外一个对象的引用放在这 那他就继承它 啊 那么通常这个地方写空的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新的这个这个类里面没有添加新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继承的负类的吧 好了 这一点就实现了 那么这个功能实现了之后呢 通常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啊 我先把这个先给大家藏一份啊 那么接下来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添加方法 分为类方法 实力方法 静态方法 有这么多方法 那么怎么该添加呢 同学们 我问大家个问题 假如说我刚刚写的这个类里边啊 只是假如说 我刚刚写的这个类里边怎么放的大一点 他除了这两个属性之外 看好了 他还有一个地方 有个一个方法 那么请问 我把这个方法写在这啊 我把这个方法写在这啊 Diff Diff 比方说test下号线B 这个方法 它是个实力方法 它里面有什么 但不关心啊 请问同学们 那意味着什么 这个tru应该怎么画呢 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地方 就应该有一个名 请问那个名应该是谁 test下号线B 是吧 在这里边 而是你定义的 你在这个地方 你定义的这个方法 请问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是个名 还记得吧 你看 你定义一个普通函数 它的名 就是个 它的这个方法的名 这个函数的名 就是一个普通的变量名 是不是它只像这个函数啊 你在这里边定义了一个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我在这个地方 有个名叫test下号线B 是不是它只像这个函数而已啊 那最终在这个地方 他们也可以怎么画呢 可以简单的画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 是否也就可以认为 这是Diff test下号线B 这个方法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里边做什么 咱不关心 请问它是一个空间 那么无非是 让咱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指向了 这个空间而已 你说没法吧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那么请问 这个思想 要是能明白的话 我刚刚给它添加两个类属性的时候 是这个 表示这个名 对吧 那么我接下来 我想要添加一个方法 那又应该怎么添加 说思想就行了 想一想 什么思想呢 给它添加个类属性的时候 就是让它当作图串 当作key 然后让它当作value 是吧 那么我接下来 想要添加这个方法 成为它里边的一个 添加这个函数 成为理由方法 那么请问 是不是应该把test的b 当作一个字符串 让它是一个字符串 而且让它当作key 然后这个东西 是不是当作一个value字 那么原来之一呢 也就是说 你应该先定一个函数 将来放在这样的位置 不就行了吗 看到这 咱们先说第一种 先说第一种 我加个注册 叫什么呢 比方说叫 实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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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了 看到第一个 比方说test 我写了这个 比方说test 2 比方说test2 好了 实力方法 请问同学 是不是必须 是不是有serve了吧 好了 没错 那么在这个地方 print 比方说实力方法 好了 实力方法写完了 那么 来 咱们创建一个test3 咱们试一下 type 写上 然后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名字 想个字符串的名字 test 比方说3 test3 那么它继承的意思呢 假如说谁都不继承 怎么写 空言诸 是吧 这里边写什么呢 首先写上一个字符串 咱们最好是 你这个函数名叫什么 咱们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最好 是不是叫什么了吧 那么接下来冒号是谁呢 test2 请问 这意味着啥呀 这个是不是一个函数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函数名而已啊 我把这个函数名放在这 请问同学 看着啊 我的前面 表情叫test3 等于它 创建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 help 然后test3 是不是有个东西啊 来 咱们去验证一下 t3 等于test3 创建出来实力对象 t3 点 test 下方线2 是不是可以调整的吧 没有问题 那么 听明白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思想了吗 也就是说 所有的在类里边的 类数性也罢 所有的方法也罢 实际上都是把那个方法名放在这个地方当作一个K值 然后他们对应的函数呢 当作Y值 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个道理 好了 添加这个能行 咱们猜猜吧 实力方法 可以怎么做 那么类方法定的方法又可以怎么做呢 静态方法 先写类方法吧 类方法 好了 那么类方法 dif 不能写dif 咱们原来类方法前面写个装饰器 还记得吧 这啥呢 class matter 请问这是不是装饰器 t4就理解了吧 来 接下来 dif 当你前面写了add符号的时候 你回车 它立马前面就是好几个点 来 让你接下来继续写东西 dif 在这个地方 你写 比方说叫什么呢 这个test下火线3 它的下火线3 好了 请问类方法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crs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直接写上 比方说这是 这是类方法 好了 有了 接下来 我再创建一个 这个 我再创建一个这个 让他们看着 我把它给它给成4 这个给成4 那么test2有了 我接下来 我再写上一个 咱们试试 我就是往里面添加 这写个什么东西呢 test3 冒号test下火线3 走 大家再看 helper test4 是不是它这里边 是呢 class method define here 就是说 你的什么 类方法 是不是定议在这了 是吧 普通的meters 就定议在这个位置 好了 通了 现在是不是都有了 即添加实例方法 类方法 其实呢 咱们对对方说一个 还有什么方法呢 静态方法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静态方法 好了 爱着static measure 地方 比方说 test下火线4 下火线4 静态方法 可以写什么的 可以写什么 可以 可以啥也不写 没法吧 好了 这个地方呢 咱们打印一句话 这是静态方法 好了 接下来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5的 这个地方 我就写了 test下火线4 然后test下火线4 指向 这个呢 给它给成5 这个给成5 咱们再去help test5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个地方 一个 两个 三个 static measure class measure matter的 前面是不是都是定在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说 现在就一个类 就这么有了 好了 最后咱们总结一下的 如果咱们说了 想要通过type 来创建一个类 那么最终 咱们刚刚写的这个demo 如果咱们找一个完整版的话 会是个什么样的呢 好吗 在这 我刚刚呢 写了个完整版 看着 首先我定了一个类 叫做 就普通的类 叫做A 我有一个普通的函数 有一个用装饰器装饰的函数 有一个用装饰器装饰的函数 我接下来写了个B 写了个A 请问 是不是意味着让它 当作它的负类啊 请问咱们python允不允许多几层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写多个类的名字 你说这个道理吧 这个 是一个类对象 这个类对象 是不是里面一个相当的变量 是不是它指向了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变量 它指向了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变量 它指向了函数 又因为 这个 就是它 这个 就是它 这个 就是它 那么请问 是否也就意味着 那么对中 当我创建完这个B 这个类的时候 我通过B 创建出来一个小B 这个实力对象 那么它里边 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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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是不是都可以使用了 那么最后的结论 相关的结果 我就结了个结了个结果信息 放在这个位置 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什么叫做原类 一种特殊的类 用来创建实力对 用来创建类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原类了吧 谁来 创建实力对象吗 类来创建实力对象 谁来创建类呢 原类创建原类 原类创建类 原类创建类 谁来创建原类呢 原类创建原类 就完了 原类创建完了 那么怎么验证呢 看着我给大家演示个demo 演示个demo 好了 清一下屏幕 清一下屏幕 class t object object 我这里边呢 写了个这个东西 小写的t呢 等于大写的t 请问这个实力 这个实力对象 应该很简单了吧 原来咱们说了 我想知道一个实力对象 是谁创建出来的 里边有个属性 还记得吗 下回线下回线 class 没错 谁创建的呀 当前模块里边的t 创建的 是个道理吧 那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对象的引用了 对象的引用了 就是这个类对象的引用了 那么大家看 你这个东西 能够告诉我 你的类对象是谁 就是创建你的是谁 那么你是谁创建的呢 谁 type吧 你没发现一点 你即使都没写了 对中是不是还是type创建的吗 那有人说了 那这个东西不是已经确定了 是t是类创建的 这个类是谁创建的 原类创建的 原类这本来讲不是type吧 那谁创建的type 怎么写 对啊 你这不就换他不换院了吗 那你再想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自己创建自己了吧 自己拥有这种能力来创建自己 好了 在python里边 所有的东西同样 最中 最顶层的那个老大 就是type 通过type创建出类 类创建出来了实力对象 就相当于类的就是造物主 他是老大 他说是造什么东西 造了个动物 他说造一个人 你造个人 就这个道理 这个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原类 那么最终要说一点 你说了这么多 你讲的原类有什么用呢 好 看着 咱们就接下来总结一下的 原类 就是一种特殊的创建 类的一种东西 咱们刚刚也说过了 也验证过这个道理 用原类创建出来的是类对象 通过类对象 创建出来 是不是类对象了吧 好了 他们们type就这么用 那关键一点是 他到底能干什么 这就接下来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 他们咱们可以看到 最后这个地方有句话 为什么要去使用原类 或者这个主题上来 原类呢 它是一种深度的魔法 99%的用户呢 根本不用为此操心 如果你想搞清楚 究竟什么时候用的原类 那你就不需要用它了 东哥我问问你 什么时候用原类啊 好了你不用用了 就可以了 那些实际用的原类的人 非常清楚 他们知道用什么 而且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不是我说的 再跟他们说 这个帽子我不戴 是他说的 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魔法方法 而且基本上用不太到 那么哪些情况下 能用得到 我给大家打一个demo 给大家举个demo 不是说不用 是用的相当少 你写上finean的代码 有可能用一回 有可能用两回 不说不用 用 来看看这 哪个地方用呢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课件 给大家写了个demo 那么这个demo 大家一定要去理了 你只要理清楚了 之后整个过程就理解了 好了 看这个 我以python3这个为例 我一会给你讲 p2怎么用 看这个代码一条 在这个当前 咱们大家看到 见了这个代码里边 我做了一件东西 定义了一个函数 三个形态 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指定的是什么呢 负类 而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你再去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在python3里边 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你只写了这个东西 你后面没有再拖 注意了 你后面没有再拖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当我python解释器 从上 解到这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 调用默认的type 来创建这个类对象 听懂我理解了吗 python解释器 从上向下 执行到这的时候 就要开始创建 这个类对象 就要开始创建了 那么它会怎么创呢 第一步 它会拿着类的名字 当做咱们刚刚写的type里边的第一个参数 听懂我意思了吗 它会拿着你这个括号里边 这个类的名字 当做第二个参数 原组里边的元素质 传递 它会拿着你这里边所有的这些属性 当做那个字典里边的这个key value质 传递 听懂我意思了吗 往里面传 那么注意了 当我定一个普通的类的时候 东哥 原来说咱们一直在定一张类 意味着师傅都是这样的 是的 都是这样 当你定一个类的时候 python解释器在运行的时候 就是python三空格 什么什么点票运行的时候 python解释器是同上向下执行 执行到这 就立马要创建 原来这一次 实力对象是执行到这创建 执行到这个地方创建 那么咱们的类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python解释器在解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此时此刻就创建 听懂我意思了吗 它会拿着你的类的名字 你的付类的名字 你的这些东西 第一部分自副创 第二部分原子 第三部分自点 是不是拿着这个东西 调用默认的type 是不是就创建了 type的返回值是什么 这个类就长了什么样的 听懂我 就这意思了 这个东西默认的时候都是调的type 那有人说 我这默认调type有错吗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如果我接下来大家注意看 看着跟我来说不懂 我这个地方确实实是没有写它 我假如说没有写它 我这里边只有一个ber等于brt 请问我接下来 通过这个东西创建出来的时候 我只能f点小写的ber 你说没错了吧 但是我现在有什么需求呢 不管你这个类里边怎么写类属性 你不管怎么写类属性 我最终通通都要什么东西呢 都要变成大写的 你写上小写的a 让你的程序自动变成大写的 你写着小写的abc 让程序自动变成大写的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你再去写 类属性的时候 小写大写不是随你吗 但是我就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就是爱用大写的 你管得着吗 我就用大写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第一种方式 让你的开发人员 把所有的类属性统统改变 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要是用到了一万个 什么时候改完 改错了怎么办 所以说这种方案绝对不可取 那换一种方案 换一种方案不就来了吗 那么怎么办呢 当你的pathon解释器 在解析到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它会默认 调用默认的type来创建 那么我只要不让它 调用默认的type来创建 调用我写的那个函数来创建 不就完了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调type了 你创建 我自己定一个函数 你去调我 我里边通过type去创建的时候 我可以改吧改吧 那对中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既 你定义的时候的样子 和我对中想要调用的样子 不一样 而且我还不想手动改 这就是一种应用 就原类的一种应用场建 怎么做的呢 你要明白一点 当执行到这的时候 就应该触发原类去创建 我只要在触发之前 我把数据改了 不就完了吗 好了 看着 我在上面呢 我定了一个函数 很简单 就定了函数 有三个探数 三个形态 这个函数名呢 叫upperaddr 叫attribute 就是这个把数型的变成大型 我在python3里边定义的这个类的时候呢 如果要是写上了 叫做matterclass 等于这个东西 前面是固定的 用它来标记 你的原类是谁 如果要是没标记 默认就是态 你只要标记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只要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 有这个matterclass等于一个东西 你甭管等于什么 只要等于一个东西 你不是接下来要去创建 一个类对象吗 你指定的是谁 谁创建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你要是不指定了 用默认的态度创建 你要是指定了呢 你指定了谁 谁创建 言外之意吧 就是他创建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最终 咱们不管理论代码怎么想 以后在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管怎么想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那么最终 我是不是有个反汇值啊 请问这个反汇值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东西 他的反汇值是什么 我的python解释器 通常执行到这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创建类对象 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类对象 你接下来怎么才能通过这样的类 创建实力对象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首先得保证有这个类对象的空间啊 谁创建这个类对象的空间呢 如果你指定了 这个地方有个叫做metaclass的 有这个什么关键的参数 如果你指定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用你指定的这个东西 创建 他返回知识谁 我就当做我这个对象 类对象长的什么样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要是没指定呢 默认用谁的呢 默认用系统自带的那个type 好了言为之意 我指向他 不就是用他创建吗 他里边不管怎么实现 反正你最终 你返回一个什么呢 类对象就可以了 那返回一个类对象你可以了 返回值你看不见保存返回值啊 但是最终 他会变成你返回值那么样的 你的返回值是什么样的 就决定了将来这个类对象长得什么样了 听懂意思了吗 好了 注意看啊 我在想那边 如果要是没指定这个东西 用默认的type来创建 默认的这个type 它会怎么创建呢 把你此时的类的名的type 这个foo把你的原类 把你的这个负类object 用原类的方式放在这 然后把你里边的属性 ber冒号双一号的zrp 用这种方式来团 听懂意思了吗 它的返回值 当作此时的类对象 就完了 就什么意思 然后让foo去指向这个类对象 就结束了 但是呢 这种方案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 这个变量名 是否意味着这个字典里边 是不是就是怎么写 那么是否意味着 咱们创建出来的类对象里边 是不是就是怎么写的了 怎么办呢 我不掉有默认的不就完了吗 掉我自己的 怎么掉 指定就可以了 就用meta class一指定 一个函数 不管是函数也行 一个对象也行 只要是我能掉的动的 掉的动的东西就可以了 好了 去掉它 请问它的返回值 是不是就当作咱们foo指向的 是不是那个类对象了吧 现在能理解吗 好了 当我指定的时候 Python解释器会自动 调用这个函数 会传什么呢 把类的名字 传到这 把类的负类 传到这 以原主的方式传 以原主的方式传 把这里边的东西 以字典的方式传到这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东西 在被调用的时候 这三个函数 class name paramence 还有这个attribute 在三个形犯 里边就拥有了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分别就是咱们刚刚给type传 传的那个东西 这个是foo 那么这个是一个原主 里边有个什么呢 object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字典 这里边有个ber 然后冒号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bit 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吧 请问他们 看最后 这个地方 我return 我肯定不会创建呀 你是不是知道了呀 我肯定是不会创建的呀 我 可以干件什么事呢 你传过来的class name 我原封不动放在这 你传过来的负类名字 我原封不动放在这 你不是说把所有的小写的类属性的名字 通通给这大写吗 那么请问 你传过来的字典里边 是不是所有的key 基本上都是小写的吧 或者说你大写小写混在一起了 那么我只要传递字典的时候 我不传你了 我传一个新字典 只要西字典里边 我想方设法 把原来小写的名字 给它整成大写的 请问 我再放到这个地方 创建出来立对象里边 请问是不是就统统变成大象 是不是个道理 把这个过程理解了就行了 那么同样 这个是不变的 直接往下传 这个是不变的 直接往下传 那么是否也意味着 这个地方的代码 应该他就干那个事吧 对吧 那他是怎么干的呢 来同样再看 for循环 name 的话value in 这个东西 theitems 请问 是否意味着 把key和value拆了 name就是 key value就是value if not name thestart位置下传 翻译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不是 以下传选开头的 那有人说 东哥这里边 我不是只有一个be2吗 请问object 这是不是负累了吧 这里边还有一些 隐藏的东西 所以说通吧 过滤 你只要不是以下方线开头的 请问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只要你不是以下方线开头的 请问这个是不是不是以下方线开头的 传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这个keyvalue 它就不是以下方线开头的 那么请问 name是小写的be2 name.upper 是不是变成大写的 然后value 还是取得原来的value brp不变吗 我往这个字典里边扔 请问扔完之后 不管怎么说 我原来小写的be2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变成了大写的be2 那么我在通过这个地方 创建出来的类对象 请问是不是就不会再有小写的 是不是通通都是大写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类对象 只要返回过去 那么请问这个类 是不是相当于就创建完了吧 那创建完了 接下来我在去创建实力对象的时候 那么实力对象 接下来 你觉得是能有大写的 还是能有小写的呀 肯定就是大写的 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吧 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叫做原类 可以指定 咱们定义类的时候 为一个原类 接下来 咱们想方设法 去修改里边的某些东西 比方说修改类的名字也行 修改负类也行 然后修改 它里边默认的这些属性 有什么规律语 请问同学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吧 我问个问题 Python3里边 咱们原来说过一句话 你写上object 它继承object 你不写 它也继承 怎么做 怎么做 两分钟 你想想 通通这些讨论了 我的意思是 Python3继承的时候 我定一个classly 我不写object 它也继承 是你 你会怎么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两分钟 讨论